我们也希望王师傅今天在现场 对于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这个挑战 能够一帆风顺 好的 好不好 好的 我们也听听看啊 我们的三位猜评嘉宾看到这了 他们现在怎么想 觉得您这个挑战 是不是能够顺利地完成啊 来 有请我们的余老师 刚中有柔 柔柔有刚 这个感受到身上的一种力量和正能量 状态非常的好 我感觉后面的挑战一定能成功 给你加油 助威 我觉得刚才王师傅说的一句话 特别打动我 就是武术文化这个概念 就是只割为武 我对王师傅非常有信心 我支持你 谢谢老师 我们都说我们中国功夫要走出去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是更多像王师傅这样的人 去身体力行 去教外国人 瞧 这样的就是中国功夫 所以今天这一票呢 我投给您 那接下来我们先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把王师傅的挑战道具准备一下 有请 我们的挑战者呢 王东先生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们有请来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两位 任正官登场 有请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 王东先生要挑战的这个项目 好 王东接下来要挑战的项目是 一分钟用手拍碎最多核桃 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 今天王东要挑战的目标是 251个 下面我来宣读挑战规则 第一 挑战开始之前 核桃必须是完整的 没有破损的 第二 挑战过程中 核桃必须被完全拍碎 至少两块或两块以上 第三 当第一个核桃被拍碎的时候 计时开始 整个挑战过程 一分钟 那规则就是这样 我们大概都听明白了 接下来有了二位 帮我们检验一下挑战刀具 好的 刀具检查完毕 核桃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的这个舞台就交给二位 还有我们的选手 官方挑战倒计时 三 二 一 开始 天哪 紧靠力量 紧靠速度都不可以 紧靠速度 你就没有足够的力量 紧靠力量呢 你又完成不敢那么多 所以整个这个过程中 实际上是一个 速度力量的控制的过程 屁股 达 二 三 一 我们请挑战者和我们远离现场 因为很多核桃在地上 我们要看时候完全被击碎 好 接下来 我们就怀着特别紧张 激动的心情 有请二位 为我们揭晓一下 王东的挑战结果 好 王东在刚才进行的 一分钟用手拍碎 最多核桃的 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挑战中 他的挑战目标是 两百五十一个 他最后的成绩是 两百七十八个 我们现在 在世界纪录中 恭喜王东 在确认小莱成功 王东在跟着所有现场观众拍手庆祝的时候 我在旁边捡了一小把核桃 那个好吃吧 挺脆的 是吗 胜利果实 接下来就按照我们的那个流程 要请上我们的李小姐 把非常重量级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证书 请上来 有请 也谢谢两位认证官 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